畫面上三條流浪狗悠閒在馬路上散步 這時一輛黑色休旅車開進巷子 完全沒有減速直接撞上 其中一隻黑狗來不及閃躲被撞倒在地 翻滾好幾圈最後一搏一搏離開 而駕駛行徑全被動保人士PO上網 引起了民眾憤怒 這個駕駛他看到車前的狀況有狗在那邊 其中影片很明顯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一般駕車的人如果看到 假設今天不是狗是一個紙箱 那他一定不會黏過去 但是他居然看到流浪狗他 視為是不重要的沒有關係 他就直接黏過去了 甚至人家攔下來他居然說 撞到狗 流浪狗沒有關係 那這個行為已經違反到動物保法 事發地點在基隆調和街 19號下午一條流浪狗遭到車輛二一黏過 造成骨折 基隆警察局調閱監視器 經過比對通知車主到案 有關臉書社團文章陳述 數日前在基隆市中正區 調和街有流浪犬遭車輛惡意追蹤案 僅第二分局八斗子分駐所 於14日接獲民眾報案諮詢後 以先行調閱現場監視器畫面 經棄而不捨持續擴大調閱監視器影像追查比對 成功鎖定設案車輛 於22日順利通知該名駕駛刀案說明 全案依違反動物保護法 以請基隆地方檢察署偵辦 你故意造成那個動物的死亡啊 譬如說這個開車故意 撵過動物到那種30萬 是觸犯動物保護法第25條 會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可20萬到200萬的靶金 所以呼籲民眾或車主 你靠動物還是不要任意自意的 或情緒上失控直接把它黏過 動保所也強調 無論動物有沒有失足 故意或造成動物死亡或受傷 都是違反動保法 這名駕駛不尊重浪浪生命 就該付出代價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